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635章 在小七右边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穿着一件灰色长衫 长发披肩 夹在一些白丝 而他脚下穿着一双草鞋 此刻 中年男子看着小七 他脸上骨颈无波 就在这时 小七身旁的南宫碗 突然说 周雅夫 此言一出 场中神果等强者 皆是凝重起来 五院周雅夫 这个名字 在神果都是赫赫有名的 因为当年周雅夫去过神国 而且还挑战过神国许多强者 最后周雅夫还有当时的神国国主 一战过 胜负为之 而除去神国 周雅夫在别的三个荒界 简直是如神一般的存在 当年他存在时 就是五院最巅峰时期 那个时候的五院 完全力压秩序盟和唐族 还有妖族 就一个人 而周雅夫当年也被誉为 星空之下最能打之人 神国等人未曾想到 这周雅夫竟然回来了 周雅夫看着小七 当年见过你神国一位神主 确实惊为天人 只是我也曾想到 若干年后 你神国还有更妖孽的出现 小丫头 老夫承认 比起天赋 这片混沌宇宙 除当年神祖那位剑自在之外 怕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你 不过你终究是太年轻 小七微微一笑 她看了一眼白发女子 我也未曾想到 这边的天道 居然有这么多人护着 白发女子面无表情 不允许我有一些朋友 小七笑着说 看来当年我神国那位天道 被图对你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文言白发女子眼神渐渐冰冷下来 神国天道 这片世界确实有两个天道本源 它与另外一个天道一起诞生 然而当年 神国那位武安宁一统东荒界 不仅扫出了国内一些宗门世家 更将刀对准神国的那位天道 天道自然不弱 然而 当年那位武安宁是更加恐怖 那一年 神国天道陨落 神国的天道本源被神国掌控 也正是因为如此 神国如今才如此的强大 而在当年 若不是那位素群女子 带着那个黑塔突然出现 她怕也是活不到现在 而至那之后 她知道神国总有一天 会玄土重来的 因此她也开始修炼 也开始结交人类强者 并帮助许多天父妖孽的人 而作为天道 她若愿意和人结交 自然是能够拉拢许多人类强者的 毕竟她掌控着天道本源 不过她还是低估了 神国这一代神主的势力 一旁 周亚夫看着小七 说 先打上一场 小七点头 好 声音落下 她突然出现 一箭破空 远处 周亚夫一拳轰出 请客箭 一股强大力量 瞬间将场中所有人 震到数千丈之外 那小七也朝后退了 足足进百丈 这是小七第一次退 神国等强者 脸色变得凝稠 因为周亚夫一步未退 小七看着周亚夫 一力将实惠 你达到了超凡武神巅峰 不对 应该说已经迈出去了半步 周亚夫点头 说 这些年来无事 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在武道方面 有那么一点点长进 小七点头 那你也接我一键 声音落下 她掌心摊开 一缕剑气出现在 她掌心之中 周亚夫面无表情 右手缓缓地握紧 小七看着周亚夫 这招剑气 从我出生起就在我脑中 我很少用过 它叫 球瓣 声音落下 小七掌心之中 那缕剑气突然消失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小七面色直接苍白起来 当那缕剑气飞出去那一瞬间 周亚夫双眼微眯 她一拳红出 拳出 那面前空间突然间旋转起来 一拳逆改天地道侧 然而 小七那缕剑气 却直接动穿她的手臂 最后自她胸口一传而过 在所有人目光之中 周亚夫瞬间暴退近千里 而小七也同样被周亚夫那一拳 震退连连暴退 不过她很快停下 停下之后 一柄虚幻的剑出现在她的头顶 当这柄虚幻的剑出现那一刻 场中总有人脸色皆是变了 特别是那白发女子 她知道 自己还是低估了眼前这个小女孩 而远处夜悬神色也是凝重起来 这小七无疑是要玩真的了 不过也正常 毕竟那周亚夫也足够强 周亚夫双眼微眯 这一刻她眼中有了凝肿之色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白发女子突然说 算了 场中所有人看向白发女子 白发女子笑着说 我选择离开 小七看向白发女子 白发女子又说 再打下去 你神国会胜 但绝对是残胜 不对吗 不远处 周亚夫尘上说 还没到那般地步 白发女子摇头 挡不住她 就算此刻能挡得住她 未来呢 未来 周亚夫沉默了 这小七才十几岁 等她二十岁 三十岁 那个时候 谁能挡得住她 要想挡住她 现在只有除掉她 然而 即使强如周亚夫 也不敢说 能杀得了小七 周亚夫低声一叹 然后看向小七 阁下 她虽然掌握了 混沌宇宙的天道本源 但你可知 她并未奴役 云云终生 而且由她镇压 强者数量得到控制 这片混沌宇宙 才得以活得更久 小七轻笑说 那些天道本源 本就是云云众生所得 周亚夫沉上说 那你可知 人类贪婪成性 这些天道本源 一旦全部归幻 混沌宇宙 极有可能让她所有人 无节制地吞噬 那是天道本源 被吸收完 这混沌宇宙 可就再也出不了 地境强者了 小七摇头说 你错了 周亚夫看着小七 小七说 她掌握那些 天道本源的本意 也不过是为自己 不仅如此 在她的干预下 下面战乱不休 而她则高高在上 操控一切 说到这里 她看向白发女子 你把自己当神 当成混沌宇宙的主人 我神国 不要神 至于这些混沌宇宙的 本源问题 你们放心 我神国会处理好 或许 我们做不到万事公平 但是我们会做到 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努力 岂有天赋的人 都有机会达到地境 许多人缺的 不是努力与天赋 他们缺的是机会 这是不远处的 叶璇突然说 说得没错 我若是有天道本源 我也早就达到地境了 白发女子 看了一眼叶璇 叶城主 你就继续蹦跋吧 你的好日子 可没几天了 你什么意思 白发女子诞生说 什么意思 你那宝物 想要的人 可不是一般多 叶璇沉默 很多人都想要她的塔 而且是很厉害的人 苏聚女子当初就说过 这塔会给她 带来很多的好处 但也会给她 带来无穷的祸事 祸事 叶璇低声一叹 小塔呀 你就没什么好说的 想说的吗 介于她微微一颤 小灵儿声音响起 她说 你快点让第六楼搬走 这是小七突然说 要么走 要么死 白衣女子沉默 就这么离开 她肯定是不甘心的 但是不离开 光靠周亚夫 显然是挡不住 这小七和神国的 要知道 神国如此强大 难道就会没有底牌吗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尽头 一道人影突然闪掠而来 很快 一名女子出现在场中 见到来人 神国强者等人 神色瞬间凝重起来 穆南枝 眼前这女子 正是当日出现过的 唐族穆南枝 这位唐族史上 最惊艳的族长 穆南枝加周亚夫 还有一旁的夜战天 以及之前离去的 剑南山 可以说 这些年来 三个荒界出现的 传说人物都出现了 穆南枝出现之后 她目光 躲在小七的身上 笑着说 又见面了 小七点头 穆南枝说 说说我的看法 我觉得 混沌宇宙一统 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一统 就意味着战争结束 下面的人 不用每天生活在 无休无止的战争当中 但是 说到这里 她看向小七 可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你神国日后的 国主独断砖刑 私心极大 那到时的天下苍生 可能会过得生不如死 一旁 南宫晚突然说 牧族长可放心 我神国内政 是由内阁在处理 陛下基本不插手 而且作为神主 也不会来管这些事情 而我们的内阁 有监察院在监督 想乱来也不行 我们不敢说 混沌宇宙 世世代代 都能够如此下去 但至少有一点 那就是未来 很久一段时间 在我们神国的 统治下的 混沌宇宙 绝对会越来越好 说着 她看向穆南枝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不需要天道存在 不需要天道 穆南枝摇头 她看向小气 如果你真为混沌宇宙 以及天下苍生 我觉得 那就有必要让她存在 小气问 何意 穆南枝说 她在 能够对你神国 起到监督的作用 小气沉默了 就在这时 小气突然抬头 看向星空的深处 而几乎是同时 穆南枝和周亚夫等人 也抬头 看向星空深处 那里 星空一阵一阵颤抖 没多久 一尊巨人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巨人扛着一尊 长达近千丈的墓碑 那墓碑之上 两个血红大字 极其的耀眼 叶玄 就在这时 叶玄体内 节欲她 剧烈颤动起来 与此同时 阿月的声音 自她脑中响起 这么快就找来了吗 叶玄沉声说 这是来找我的吗 不是 叶玄愣出来 怎么回事 这不写着我的名字吗 这是 阿月又说了 这是来杀你的 好看你 好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